大国攻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美华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大国攻略 中国这周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是 死亡人数超过了2000人 新增确诊病例减少 但是拐点还没有出现 疫情还没有控制住 政府已经等不及要求企业复工 已经有八成央企所属的生产型企业开工了 那么一边防疫一边开工 这是一个很大的赌注 因为感染的风险很大 但是不开工的话 中国的经济恐怕会扛不住 那么另外这周讨论很多的政治焦点 一是习近平说他1月7号就对疫情防控提出了要求 很多人认为这是甩锅 把责任推给地方政府 另一个破天荒的是 从1985年以来就固定在每年3月召开的人大政协会议 看来恐怕要推迟了 那么以上的这些热点话题 我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请旅居中国22年 写过多本中国书籍的台湾作家范愁 请范老师先来谈一谈您怎么看推迟两会的这个事情 它的象征性的意义非常大 两会固定举行三十几年来 多大的事情 连8964都没有影响到它 这个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 也是中共政权的一个政体的一个象征物 就好像每天早上天安门必须升国旗 如果有一天天安门没有升国旗 或者说它延迟了三个钟度才升国旗 大家都会问中国发生什么事 它反映的是说 一个方面是武汉肺炎的这个病 在中国境内的传播的速度影响力 它对中国经济的打击 已经超出了中国现在的国家机器 所能够应付的状况 还有很多城市是处于封城的一个状态 还有很多地方是封闭式管理的状态的同时 现在又已经开始复工 它的优先顺序一定是 首先是国企复工 第二重要的是大型的企业 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 大型的出口企业 因为它需要靠这个外汇 除了这两种企业 还有几千万家中小型企业 它能够忍受停工的最长期限 不超过三个月 如果超过三个月 70%到80%的中小企业都要倒闭 你一旦倒闭之后要重新复原 那个复原的成本就等于重新创一次业 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是最大的问题 是这个问题 中小企业如果50%没有办法在三个月之内 正常复工的话 那么失业人口大概在四千万到六千万之间 这个就会成为一个中国社会上 最不稳定的一群人 接下来的各种问题 比如说税务的问题 收不到税 还有员工社会保险 住房公积金 这些种种问题会带来的财政压力 而财政压力是没有办法用 其实也有办法的 但是就是很难看 就是用印钞票的方式来解决 但是如果再大量的印钞票的话 中国肯定今年下半年进入所谓的滞胀 停滞性的通货膨胀 就是经济衰退跟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局面 在这个局面下 第一个会被达到的就是居民的房地产 如果北上广深 这四大城市之外的二三线城市 房地产如果叠价30%以上 中国的金融机器就转不动了 它的债务就转不动了 人民币的汇率也顶不住了 现在它就是走向灭顶之灾的半途中 接下来的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 我们只需要观察中小企业的复工率跟封城率 央视最近一直在宣传要一手抓防控 一手抓生产 这个我给一个比喻 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位人物叫做老顽童周伯通 周伯通的特色就是左手打右手 右手打左手 他会两手互相搏击 现在中共我把它叫做周伯通时刻 习近平前两天在跟英国首相强生 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的时候 他这个信心满满的说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 今年还是能够实现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这个应该来讲是不可能 现在中国碰到的一个问题是 不是钱能够解决的 也就是说你的人如果 工人你如果不出来不上工 你的原料进不来 因为人家对你封锁 或者说这个国际供应链被打乱 就是说你的军队士气再高 你没有枪炮 那你就是义和团 我们并不是用心灾乐火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 莫忘中国苦人多 同时如果中国的经济 今年比如说GDP如果说掉个3%到5% 那世界经济也得掉个1-2% 确实中国跟世界是存此相依 还有就是我看到您文章上写到说 您认为中共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 对 我说它进入了5种战争 第一个当然是对病毒的战争 第二个是维持经济运转的战争 第三个是党内的权力战争 第四个是对人民的战争 还有第五个就是对国际的信用的战争 它要保持国际对它的信任 那中国商战争里面比较难理解的 可能是这个对人民的战争 这一次疫情等到过了后 到了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国际上一定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病毒的来源 第二个为什么在中国境内会破产到这个地步 对 这么严重 第三个封城有必要吗 这一次全国的封城 不只是封城封城 封楼 封街道 封门 这个跟北京过去两三年 一直想做到的所谓的社会信用系统 几乎是一致的 就是你说什么话 你的思想 你花了每一毛钱 你去了哪里 你跟谁来往 都要纳入社会系统管理 这个东西我们在半年前以为说 它可能还要再花个五年十年才做得到 那我可以跟各位讲它已经做到了 它在一个月内它就已经做到了 因为你用的手机 比如说中国移动已经推出了一个新的APP 听起来很好 你这APP就是你手机一打开 你旁边有哪些人是确诊的 哪些人是疑似病患的 都会显示 就好像那个微信的交友一样 摇一摇 你就马上要旁边的朋友 谁可以交朋友 然后北京的网信办已经宣布了 从3月1号开始 互联网全面制包括娱乐平台 那么你想想看 流动性的物资有四种 就是人流 物流 金流 信息流 现在就因为这个武汉病毒 第五流这个流动性的病毒 它把前面四流 几乎在一个月之内 把全国的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 已经做到了 下一步它要再做这个社会信用积分制度 再联合监视器 联合手机 联合你的上网记录 联合你的消费记录 这是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呢 好的 谢谢范愁老师 中共应对疫情 或者其他重大危机的时候 有一种操作民族主义应对的惯性 台湾中研院学者刘绍华 研究过中国的艾滋病和麻风病 他最近在一场演讲当中谈到 不管是以前治疗麻风病的医生 还是现在治疗新冠肺炎的医护人员 都是堆积小人物的民族情结 创造国家奇迹 那么他认为很多报道里头 强调女性医护人员去疫区之前 剃光头的这种做法 也是一种重要的仪式性的宣誓 我们来听一下刘绍华怎么说 我觉得中国其实他一向以来 他们是非常的有一种 你要说用表演形式也可以 或者是说形式主义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他们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一定会把它做到在台面上 它就是一个很典范的样子 这种典型其实是要用来 号召众人跟随的一个样板 所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经常就会做得非常的绝对 牺牲就是要表现出 真的人家看得出是牺牲的样子 这种仪式性的这种宣誓 我觉得是他们一直都非常重要的 一种动员手段 其实在那个麻风防治的这个历史 这样子的一个动员手段 其实也是非常经常见 就是医生要宣誓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唯一的志愿 这样子的一个动员手段 其实到今天尤其是针对党员 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唯一的差别就像这些医生 当年没有人要做的事情 他才不会找党员去 他就找那些黑五味去 那么我们也看到 有很多评论指出这一次的疫情 凸显了中国极权治理的问题 来听刘老师的看法 防疫这种事情 尤其是在动紧急危机时期的 这种极性传染病的这个防疫 公共卫生在这种时候上 是经常的其实是非常强制性的 如果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的话 那我们跟政府一个民主的约定 也就是说如果在这种紧急这时刻 我愿意把我的自由权交给政府 换的这个政府来保障我的个人的人身安全 跟这个社会的安全的话 那这样子的一个妥协 基本上大家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是在一个极权的一个状态之下 要做到公共卫生的这种隔离 他根本就不用跟你人民有什么约定 他想要做的事情 他效率当然可以更快 那他真的是不是效率有更快 我们看到的好像又没有更快 那为什么没有更快 其实也是出现在他政治体制的问题 因为当他不透明的时候 我们认为在医疗卫生上的这个优先考虑 就不会是他的优先考虑 他的优先考虑就会是他的政治思考 所以政治思考高于这种医疗卫生的指考的时候 所以他其实就错过了所谓的黄金时期 所以当你错过了黄金时期 你在用这种 好像我们认为基权国家可能比较有效的 去动员跟去规范群众的这样的一个手段的时候 那他还有效吗 他就不会有效啦 也许他们内部的人会说 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 那可能现在的状况会更糟 可是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一定会更糟 也许死的是不同批人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隔离的有效性是在于 你还没有扩散之前 你隔离他才有效 当他已经扩散出去的时候 你采用这个隔离的手段 基本上不会有效啦 比如说在麻风防疫的这个例子上 因为他是一个慢性传染病 所以他很有效 可是在急性传染病 然后他又失去先机了 他有没有效 是不是没有效 他有效今天不会那么弹 您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声音 是武汉在封城之后 武汉的居民有人开窗 唱义勇军进行曲 歌唱祖国 彼此打气 刘少皇老师特别有一些感触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很难耶 我觉得身为中国人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们今天如果碰到一个 不确定性非常高的困境的时候 人的第一个直觉的念头 可能是什么 求求老天爷 你可能就会求助于你的宗教 你就算没有宗教 就是像我们台湾里面 基本的这种书名信仰 可是在中国 很多人不具备这样子的 一个文化思考的惯性 他们的信仰是什么 他们的信仰其实就是 民主主义国家主义 所以在这种时候 他们喊武汉加油 或是喊爱国加油 什么什么说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那个是一种 长年以来 其实49年之后 就经常发生的 一种思考惯性 然后其实我有一个 中国朋友他甚至说 他说那个在中国内部 很多喊武汉加油的那些人 很可能就是那个 不准武汉人 进到他们的地域范围里面的人 所以其实污名这件事 一个是一直非常普遍的发生 可是呢一方面大家又要用这种 好像我跟你是同胞一体的 这种爱国的精神 来呼吁大家的这种士气向上 所以当时媒体直接问我说 当他们把那个窗户打开来 每个人就是对着窗外喊 很快加油的时候 他们说这是很荒谬 我就说这个事情我觉得 如果放在中国的情境来讲 我觉得它荒谬是无法 那么简单的就解释了这个事情 我真的觉得那是缺乏一种 更高超于这种 国家主义之上的一个 更高超的一个集体精神的 祈求向争霸 所以我反而觉得那个 其实是蛮令人伤感的一件事情 那么现在的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有专家说新冠病毒 是有可能像流感一样 长期的存在 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大国攻略 我们下次再会